罵民進黨來當良心很廉價的人 請他 你也來罵罵看 我笑你不敢 為什麼 因為滿朝文武裡面一大堆 你們經紀 朋友 夫人不是嗎 你們做得好 沒關係 你們要怎麼樣去分配資源 但是當你做不好的時候 我們當然要出來踩紗車 要講一些話 因為政黨只是手段 我們不管如何愛民進黨 結論就是要為台灣好 為兩千三百萬人好 這個原則之下 有誰去阻擋了他 我到之後我就會出來看誰 民進黨不能只靠一招 販賣恐懼 為什麼 你一個販賣芒果乾 大家都選票到給你 再加上那一次有個韓國瑜 817萬票 那個選票你要去分析 但這次縣市首長 也在打抗中保台 這些東西我是覺得 當然你可以複製在2024 但是你別忘了 現在也有人很怕 小孩子上戰場 我做一個媽媽 我跟你講這個 你不要覺得就立刻把黃黃晴打到同派 打到投降派 我不是 但是很多家長他們對於兵役問題 今天李文中也提到了 兵役延長的問題 還有未來台海兩邊的局勢會如何 很憂心這個 包括我們同學會 我們這一輩的我們同學都在問我 幫誰問幫小孩子問 這不要漠視 不是說你選舉在複製20那種選法 之前什麼周子瑜事件 你就順利還反送這種這些因素 局勢都在變 不要只有一招半勝 不要只是會販賣恐懼 對不對 我們難道真的要戰爭嗎 我們難道全民皆兵嗎 我願意嘛 對不對 但是你不用發生戰爭嘛 避戰的只要講避戰 就立刻打到馬英九派 不是 我也避戰 你仔細想想要不要避免戰爭 要嘛 連呂秀蓮都被抹紅了 你知道嗎 這很糟糕 我認為說 第一個黨主席的話 這個人選一定要充分尊重 跟賴清德先會上一下 必須賴清德他也同意的人選 因為不要去卡賴清德了 不要用說這一位的主委 因為他要做這個總統初選 就是由他嘛 總統選舉總統的提名 那不要說是去卡賴清德的人 所以我認為這個必須先 大家充分的溝通 總統依據我們的憲法 他的權力一直到最後一天為止 那我們這個做法就是 大家都留著前面 也就是說因為陳建仁 他會有他一定 他知道他的看法 他的任務 我認為他不會說百分之百 而蔡英文也不會百分之百 要去遙控他 我的意思就是說 在這麼短時間以後 要能夠服眾望 又能夠講話 要能夠推動推得動 那至於說隔園的人選 我認為也是充分尊重賴清德 陳建仁他們也會有一些看法 其實賴清德 你意思說要把他納入無人小組 或是高田的決策圈 不能把他這個壓制住 賴清德 你看他擔任過台南市長以外 他擔任過行政院長那一段時間 其實他長期也儲備了一些很不錯的人才 從交通 法律 經濟 他都有一些人才 那我們就大膽的信任 讓各方面的人才能夠進來 能夠進來之下 要能夠管得住 要能夠服眾望 所以我就推薦說要不然 因為陳建仁他有那個聖光 聖光一出 誰與爭風 郭正亮就提到像蘇家全 他是比較可以服眾的 也是適當的人選 也是很好的 只是我剛剛 我前幾天也是在講蘇家全 可是我的意思 我看起來 蘇家全好像 心灰意冷 好像都沒有 所以我的看法就是說 有 怎麼會沒有人選 人家打來 我說你一直罵蘇珊白 要把他罵倒 那我們國家就整個倒錯了 那你覺得文燦有沒有受傷 以至於 歌魁人選以前都是點選他嗎 那你覺得呢 他應該擺在哪裡 不能也放說讓他去休息吧 他也是一個很好的人才 他 比方說他來輔佐院長也是可以 如果說他這一次 沒有大的功勞的話 那他當副院長 副院長深的要做 有太多事情要做 這也是一個很好的方式 也符合我們社會的期待 那也讓人才可以適度的出來 總之我認為就是說 這個權威 所謂的蘇貞昌才能貫徹到底 這個權威一定要打破責任政治 而且也有民眾 也有綠色支持者說 我們這麼講 符合了國民黨 在野黨他們就是希望的 希望我們亂錯了 他說現在等於如果說 換了行政院長 這個預算要重新送一次 報告要重新來 那些都是枝枝節節的消息 你怎麼害怕國民黨會怎麼想呢 你自己怎麼想 怎麼被人家在主導呢 重新施政報告 預算書重新送 沒關係 說話的 國家每年 明年兩兆七千億 這麼大金額 你就即便要重送一次 我認為那個是枝節問題 技術問題 那都沒有問題的 我覺得民進黨要思考 就是說現在的時候 講難聽話的 他是為你好 如果跟著你一起 把這個很好的一個局 就是你覺得好好的 你最近有講 是啊 好好的 好好的 他會輸掉 好好的 他會輸掉 很多人在罵 說高嘉瑜 翁世間 包括現在林淑恩也被罵了 李文聰大概也會陸續被罵 罵我們說 說要當你們 你們被稱為民進黨的良心 要當民進黨的良心很簡單 罵罵民進黨 這很廉價 各位我跟大家報告 廉價沒有錯 批評是廉價沒有錯 可是我們的靈魂是高貴的 你乾脆 我們拒絕這些任何的權位的交換 我們要罵的前提就是 我們從來不碰權位 不去關說任何事 這一點他們可曾看到 我們如果自己沒有做好 沒有做這個榜樣的話 我們敢這樣嗎 你們靠自己在基層 你們也不拉幫結派 也沒有去攀登權利 就是在後面搞七年三的 搞東搞西的 講說罵民進黨來當良心 很廉價的人 請他 你也來罵罵看 我 我笑你不敢 為什麼 因為滿朝文武裡面一大堆 你們經濟 朋友 夫人不是嗎 你們在享盡這些權利 我們從來 我們不是嫉妒你們有這些權位資源 不是 你們做得好 沒關係 你們要怎麼樣去分配資源 但是當你做不好的時候 我們當然要出來踩沙車 要講一些話 因為政黨只是手段 我們不管如何愛民進黨 結論就是要為台灣好 為整個國家社會好 為兩千三百萬人好 為兩千三百萬人好 這個原則之下 有誰去阻擋了他 我到時候我就會出來砍誰 如果連我這樣的人 都還要被告 說我是中共同路的人 到法院去告我 在網路媒體上霸凌我 用這個羞辱我的時候 太不應該 太糟糕了 我覺得這個很離譜 他們告我中共同路人 原因為什麼 他說 中共罵蘇貞昌 王世堅也罵蘇貞昌 所以王世堅是中共同路 這侮辱人嘛 這侮辱人嘛 你這個邏輯有問題 你們這些人 中共那邊 過馬路也是看紅綠燈不是嗎 我們台北過馬路也是要紅綠燈 那難道怎樣 我們過紅綠燈 我們是中共同路人嗎 是 拜者不要再當王 氣焰比誰都高 繼續傲慢下去 覺得自己沒錯 繼續再戰 那就亂了套了嘛 對 成王拜扣 你不要拜 本來應該當拜扣的 你拜者還在那邊做王 做威做福的 在那邊自己覺得自己還是當權的 然後一點錯都沒有 是別人的錯 水神的成分是什麼呢 再跟大家介紹 微酸性 電解次氯酸水 所以呢他比較溫和 一定要有的人 對酒精比較過敏的人 他可能沒有辦法說 一直噴酒精 好但是呢 用水神來消毒雙手的話 很安全 好那怎麼買呢 歡迎大家 上我們的快點購網站 好就可以買到